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中央大学电机所听障研究生林盛凯 因为看到医院传统用来做听力塞减的机器昂贵又笨重 所以研究所研究主题就是听力塞减工程 他想要研发出低成本 而且还可以搭配平板电脑传输的听力塞减机 可以用自动化的方式去测验说 婴儿的听力是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 因此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在婴儿一出生开始 我们就可以及时地发现说婴儿的听力状况如何 研究的压力很大林盛凯的塞减方式是 其他跟乌克利的好处是说 可以很及时地把我心里面的想法 心里面的一个心情用这样的方式给表达出来 玩音乐之外林盛凯还很会画画 学校智商中心辅导手册的封面全部都是出自他的手 还有智商中心的玻璃墙上也会不时留下他的涂鸦作品 我们觉得把他的这些才华可以把它发挥出来 那他自己很开心是最重要 出手布置智商中心 林盛凯跟热心照顾学弟妹 那我觉得我们资源教室之所以 其实我们很多的学长姐会热心的照顾学弟妹 一部分也是从盛凯学长这边的无形当中的一些传承 我觉得那个是让大家感觉到温暖跟感动的部分 那不光是学弟妹还有一班的朋友啊 那甚至是这边的老师 那我觉得说 其实不光是透过帮忙 那我觉得透过互动的话 其实是可以让大家一起成长一起进步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虽然出身幼儿的耳道闭锁完全听不到 而卓尔也有听障中度 但都无损林盛凯的乐观 他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 让他荣获今年十大杰出听障凯模之一 记者刘宣文 王兴中 桃园报导 基隆的黄色小鸭 这个周末就要见客 将要展出50天 并且横跨了耶旦节 跨年和农历年 三个重大节日 不过不少当地民众担心 本周六开幕后将会进入交通黑暗期 民众期盼黄色小鸭终于来到基隆港 这只为基隆量身打造的小鸭将展出50天 并且横跨耶旦节 跨年和农历年 三个重大节日 主办单位预估赏鸭人潮可能突破600万人次 但由于基隆港周边的道路 平时交通就十分拥挤 这样不少当地民众担心 本周六开幕后将会进入交通黑暗期 这50天可能会很恐怖吧 刷成这样哪里会方便 坐车就不是很方便 为了不影响周边的交通 在开幕当天海洋广场旁的中一路 与基隆火车站前方的港西路 从上午8点到下午2点将封闭 进行交通管制 至于大众运输部分 台铁与国道客运也都增搬输运 在高速公路上面发生的 这个大量的车草的时候 我们会有其他的 启动其他的一个交流道 除了交通问题 原本预计在展区周边 放置500座流动厕所 但市府会堪评估 发现空间场地严重不足 环保局只好要求包含邮局 公车站客运及医院提供厕所 也像邻近的店家协议商界友善厕所 但许多业者痛批配套不周 假如多当游客都进来 让我们本身的客人 就没办法上厕所 他变成必须要排队 另外基隆港附近 只有700个车位 市区也只有1500个车位 基隆市府还是呼吁 民众在展示期间 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以免塞在车站打坏性质 记者物瑶宇林国黄基隆报道 前立委蔡同荣经传中风 目前仍然没有脱离险境 而有医生指出 最近因为天气湿冷 急诊室的中风病患 比平常增加了两成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早上起床的时候 动作不要太急 前立委蔡同荣周三上午 突然在家中昏迷 送往台大医院急救 去诊为出血性脑中风 目前仍在江湖病房急救中 医师表示 最近气温骤降 是中风的耗发季节 而且光是这一周来 医院急诊中风病患 就比平常增加两成左右 这个天气变化大概超过五度以上 这个血管的一张一缩 很容易 如果病人原来血管的品质不好 就很容易产生破裂 或者是酸塞 根据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 20岁以上国人 有四成大约700万人 罹患高血压 高血糖或高血脂等任何一项疾病 而这些三高患者 最容易因为天冷 引起血管收缩 血压上升 尤其65岁以上老年人 还要小心神经系统反应变迟钝 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 有运动习惯 早起的病人 就是天气外面很冷 那没有保暖好 这血管一下子就又收缩起来 这个很容易会产生中风 而这几天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 湿湿冷冷的天气 将持续到21号星期六 特别是北部和东北部最低温 只有11度 要到22号周日 气温才渴望回升一两度 因此提醒民众 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 记者赖水米 徐启峰 台湾报道 在纪录片12月上映之后 许多民众为流浪动物的命运落泪 以台中市来说 燃养率虽然从31%上升到了38% 不过成长幅度还是太小 许多狗狗长不到甲 无辜的眼神缩在笼子的一角 电影《十二夜》里狗狗的身影 不少看过的观众为之鼻酸 导演也希望继此提醒更多人尊重生命 提升流浪动物的认养率 他就是觉得很紧张 觉得有很多人这样子 小巧可爱的仙罗猫坐在工作人员的怀里 出生三个月就被繁殖场遗弃 到现在还没找到主人 而这对马尔基斯犬同样也遭到遗弃 靠着动宝人士抢救才捡回小命 不过还没找到新家 像米克斯他们通常都会长到中型或大型 那可能需要的空间啊 可能会需要比较大 那可能一般人的话就会考量比较多 动宝团体的办公室挤满大小猫狗 大部分都还没被领养出去 动宝团体说 电影十二夜上映之后 确实收到不少询问电话 不过实际找到新家的猫狗 只有一百只上下 询问的多 真正任养的很少 除了不仅请民众不想多花钱 狗比猫儿更需要运动和陪伴 相较于任养猫咪 确实低了很多 收容的支数是固定的 你说一直把它丢进去 其实可能外界不了解 你如果丢的太多 它其实在里面 它们会相互咬 所以说可能收容太多紧迫 民间收容单位基于人道 不执行安乐死 不过狗狗的数量越来越多 只能靠着牧款苦撑 而台中市东宝处统计 目前收容的七百多只流浪动物 日养率子从年初的31% 小幅上升到年底的38% 增长幅度也很有限 会以牧犬 或是有品种的狗或猫 去抢手 那通常留下的很多都是 你可是品种的 会比较不受人家青睐 为了增加燃养率 農民会打算推动多元燃养方案 将会提供免费的狂犬病 和绝育补助等优惠 不过要让流浪动物 真正的找到新家 还是得靠民众多点爱心和行动力了 继续林健身鹏换群 台中报道